何一住宅必案 赵腾雄羈押禁件 不要不要过去啦 再度现身法院 元凶集团总裁赵腾雄 立刻被大批媒体包围 他和开发布副总魏春雄 涉及桃源八德 何一住宅必案 前天获台北地院裁定 分别以500万和100万交报 检方不服体力及抗告 高等法院认为 两人却有财力管道潜逃 500万及100万 不足以保证两人不会七宝逃逆 且两人仍有串供之余 昨天撤销两人交报裁定 北院昨晚连夜重开鸡押亭 并裁定鸡押禁件 办案人员查出 桃源县副县长叶世文 透过北科大退休教授蔡仁慧牵线 与魏春雄接触 今年4月远凶以12亿9500万 标德八德合一住宅案 上周四蔡仁慧便拿了一只行李箱 给夜市文 办案人员上周五立刻发动搜索 在夜市文住处和办公室 搜出1820万 夜市文和蔡仁慧 前年遭法院裁定收押禁件 据了解 检方昨天另外得到线报 志愿雄疑似要将相关文件资料销毁 已在第一时间查扣证物 并提出这项新事证 动新闻台北报导